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赞敏浩 大家也可以叫我Alice 这是我初中第一天学英语老师起的名字 没想到后来还和英语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本科和研究生都在复旦英语系读的 研究生做外事接待时遇到一位加拿大英语系的教授 他跟我说 世界很大 出来看看吧 于是在他的引荐下呢 我申请到了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的校长奖学金 也成为了英语系少有的读博士的中国人 那么这一段经历来说呢 对我来说还是非常特别的 后来我又南下到了湾区 在伯克利大学接受了大学申请咨询师培训 这个培训对我和学生的意义在于 第一个呢 是我对美国大学招生有了全面深入的认识 并且能够通过正确的途径继续加深了解 那么第二个呢 是形成一个工作交流网络 随时和同事互通有无 互相学习 共同进步 那还有一个重要的 就是树立了一种我觉得更有人文关怀 更利于孩子们成长的升学观念 也就是孩子们需要进入一所适合他们个人发展的大学 关于这一点 待会儿我可能想再多说两句 天目基金会我知道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都关注网站 也看了一些视频 我觉得天目利用网络为家长们交流信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我很高兴呢 能为这个公益组织的发展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上星期 一位妈妈把我拉到天目微信群 她跟我说 请你大家每天轮流值班 组织讨论 她说 今天是我值班 你要发言哦 那天有两个题目 其中第二个题目呢 我记得是 新移民家庭如何帮助小孩子更快克服语言障碍 提高英语水平 我呢 就根据我自己的学习经验和帮助小孩子修改作文的体会分享了点我的想法 今后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希望给大家提供点有用的信息 这几天在群里看着爸爸妈妈讨论 我自己也学到了很多 我今年的一个计划之一呢 就是每个星期一写一篇到两篇关于美国教育的文章 这个呢 一方面是督促我自己从宏观上把握我从事的这个领域 这也是我经常跟我的学生所说的 无论选择什么专业 将来从事什么工作 都要学会形成大视野 目光不仅仅极限于日常事物 今天完成了什么作业啊 这学期修完了什么课 考试考了多少分 眼界要广 看得更宽 想得更长远 要知道整个行业的发展 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行业 我在其中在哪个位置 发挥了什么作用 这呢是我对自己的期待 也是我对我学生的期待 我们华人小孩子呀 做事情踏踏实实 读书是这个样子的 那经过工作呢也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做到领导层比较困难呢 首先这当然和美国这个 多种族社会的各种历史政治原因相关了 昨天我也亲自参与 见证了旧金山的华人游行 游行的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希望改变亚裔发展的大环境 那么第二个呢 从自身来讲 一个方面可能就是我们缺乏对全局的把握 我觉得我们老师和家长可以有意识的帮助小孩子逐渐形成宏观的视野 这个呢也是锻炼他们领导才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看了爸爸妈妈的留言 我也更了解华裔群体 了解了很多我们新一代移民关心的话题 我想就这些问题自己多思考 多研究 多写作 多和大家分享 多听大家意见 我博士研究的方向是亚裔文化历史 无论是读书的时候还是毕业后 我一直对亚裔发展都非常的感兴趣 我希望通过写作的方式 从大学升学这个视角切入 观察和记录下我眼中的当代华裔 今天讲座呢 我们主要围绕着数据展开 如何通过数据来了解美国大学 我主要和大家分享九个数据背后的故事 它们分别是申请录取率 大学通知书接受率 标准化考试成绩 高中成绩 大学第一年新生保留率 学生毕业率 学校师生比例 在校学生构成和大学费用 那么在仔细分析数据之前呢 我还想简单的讨论两个题目作为铺垫 这是我第一次用微信语音做讲座 如果节奏把握不好 请主持人提醒我 大家也跟我留言 讲得太快或者太慢了 请大家告诉我 那么首先呢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 什么样的申请是成功的大学申请 在我看来 成功的大学申请是每一个学生能够进入适合他们天性顶赋 性格特点 职业兴趣和家庭条件 家庭条件等多方面情况的学校 这个呢 就是英语中所说的college match or college fit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fit是最重要的 我经常跟学生说啊 这有点像我们找对象 在茫茫人海中 我们需要找到的是Mr. Wright or Miss Wright 那么找大学也一样 我们要做的呢 是在美国几千所大学中找到The Wright College 我经常跟学生说啊 我们学生每个人都有personality 那么几千所学校 每个学校不同 每个学校都有 也有他们自己的personality 如果学生的personality和学校的personality很匹配的话 then bingo 那么适合自己的大学是最好的大学 适合自己的道路是最好的道路 那这呢 也是我在伯克利大学申请 申请咨询师培训的时候 反复强调的一个核心观点 也就是match 这是我自己非常认同的一个理念 我也希望在压抑群体中推广这个理念 关于什么样的申请是成功的大学申请 我还想说 申请大学不是终极目标 而是一个过程 多年以后 我们回首这段人生可能会发现 大学申请中 最重要的可能不是进了哪一所或者哪几所大学 更重要的是我们小孩子在这个过程中长大了 成熟了 去年高考的时候 网上流传了一张照片 据说是某一所所中学校长的高考记忆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校长说 多年过去 在回忆高考 其实本质上没有考得好与考得差的说法 重要的是 所有的年轻人在一起 做一份试剧 做一份试剧 然后决定去哪所城市 做什么工作 今后和谁相知 和谁一起旅行 和谁走一辈子 不管故事怎样 结局如何 一切都是美好的 所以 基于每位同学 不必担心 轻松一点 快乐一点 成功一定属于你们 这校长说的呢 虽然是中国的高考 但是我觉得可能对大阳比岸的我们也是有一点借鉴意义的 如果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人生更广阔的尺度上 看待大学申请 可能会少些不必要的压力和焦虑 大学申请 从一开始 我想进怎么样的大学 至于我能进什么样的大学的具体问题 到我是怎样的人 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想要怎样的未来 怎样才能实现想要的未来的宏观思考 这是一个自我发现 自我转变和自我超越的旅程 在这个过程中 对于自我意识的开决 人生方向的发 人生发展方向的思考 贯穿其中 我们希望 所有的小孩子都在大学申请这个过程中 退减成蝶 变得更独立 更坚强 更深邃 更自信 能够自己走更远的路 以上是我对自己教育理念的一个 宏观阐述 这些宏观的理念也指导了我的实践 下面我来讲讲大学申请 特别是择校中的各种具体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看 可以通过哪些途径来了解美国大学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图片 那么在这个图片里呢 我列出了几种 在选择大学的过程中 可以采用的途径 当然了 这里没有穷尽所有的方法 也有重复的地方 只是抛转引语 说一些比较常见的 了解美国大学有多种多样的途径 那我第一个列出的呢 是我们可以仔细去学习 搜集了大学信息的那种综合线网站 那么在讲座的最后 我会跟大家推荐一些靠谱的网站 那第二个途径呢 就是通过学校各自的官方网站去了解学校 那么学校的官方网站信息非常的丰富 包括了学校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 信息远远的超过了我刚才所提到的大学信息库之类的网站 特别是如果学生对某专业非常的感兴趣 一定要去仔细研究学校运系的网站 在这里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去年我有一个学生非常喜欢计算机 那编程有一些经验 还喜欢打游戏 好像每个男生都喜欢打游戏啊 然后他就说好的 我想学习啊 我想做游戏设计在大学的时候 那么与很多传统学科相比呢 游戏设计是一个非常清新的教学领域 就业前景非常的好 从目前来看市场需求量非常的大 前景非常的广阔 即便是很多名音学校出来的学生 如果学校质量不错和工业界联系广的话 然后再加上学生学习努力 出来找工作也是挺好找的 比如说有两个例子 像华州的Digipane Institutive Technology 和佛罗里达的Fursel University 这两个学校是Fur-Profit University 但是学校学生出来就业非常的好 美国大学现在有不少学校 本科已经开设了游戏设计专业了 但是每个学校具体设置呢 其实很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我分享的这个图片啊 列出了四所学校游戏设计专业的设置 第一个呢 是我们加州的UC Irvine 他在School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er Sciences 下面设置了一个Computer Game Science 这个专业 那么另外我举例的一所学校 是Rochester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它是纽约州三大侧重技术的大学中 招生规模最大的一所 学生呢有大概有1万5 它的计算机艺术设计和工程都非常的厉害 也非常注重本科生教学 那么它开设的游戏专业呢 叫Technology Gam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那么还有一个学校 RPI 同样也是纽约州三大侧重技术大学中 其中的第二所 它跟Cowtech Harvey Mart Wolfster Polytechnic和MIT一样 都是那种非常具有创新力的测重技术的学校 那它设置的游戏专业呢 是Games and Simulation Arts and Sciences 最后一所学校 我举出来的North East University在满省了 它呢有两个跟游戏设计相关的专业 一个是Computer Science and Game Design 是一个理学学士专业 那么还有一个呢 是Digital Arts and Game Design 是一个艺术学士学位的课程的专业 我举这四个例子呢 主要是想说 如果家里的小孩子对自己的专业 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想法的话 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一定要到学校网站去了解这些学校不同的专业设置 课程安排和教学测重点 这个无论是在最开始选择申请哪一所大学 还是到最后选择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都非常的重要 了解大学还有一个途径 这是我们所知道的亲自参观大学 那么家里面从11年级下去开始可以考虑参观大学了 那我为什么说是11年级下去呢 因为之前啊 根据小孩子成长了这个过程 之前很多小朋友都是不感兴趣的 那他们都是被家长绑架去参观学校的 所以参观学校的主体还是家长而不是学生 那我们在参观学校的时候呢 最好避开寒暑假 这样子可以感受到上学时分的样子 比如说去看看学校的食堂呀 图书馆呀 体育馆呀 海报栏呀等等 那学校还有一些学生带领的校园游 这些是可以在网上预约的 有些学校会在校园游前面加一个星期八部的讲座 讲的是头一年学校招生的情况和今年招生的情况的要求 如果准备申请这所学校 如果学生有意申请这所学校呢 可以带齐自己的资料和招生办的老师深度的交流 那参观大学的时候还可以和学校的招生办联系 预约在学校宿舍住一晚 还可以预约听课 这就属于比较深度的体验了 特别是在选录取通知书的时候 亲自体验学校非常的重要 因为小朋友将通过个人的体验 决定今后四年五年或者更长的时期 在哪个地方生活和学习 我常跟学生说 这好像就像 这有点像搬家找房子买房子一样 换个地方住 我觉得我们很少人 有光在网上看看图 就决定搬到哪里去的吧 如果实在没有机会亲自去参观大学呢 一些大学的官方网站上还提供了校园视频的录像 那近期年也兴起了一些网站 专门做虚拟校园游 但无论怎样亲自体验肯定是上上策 了解美国大学还有一个途径呢 就是通过大学排名 我之前看到大家对大学排名有不少的疑惑 所以写了两篇文章 主要回答了几个问题 一个呢是大学排名是如何炮制的 第二个问题 大学排名靠不靠谱 第三个问题 应该参考哪家的大学排名 第四个问题 应该如何理性对待大学排名 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文章 有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就不复述这两篇文章写的什么了 那我的主要观点呢 就是我通过分析UAC News和福布斯排名 想说没有所谓的客观的排名 所有的排名都是主观的 而且每种排名都带着制定者的主观立场和偏好 就好像我是喜欢吃辣的成都人 我和我的室友 一个喜欢吃口味清淡的江苏人 在选评最佳餐厅时标准肯定不一样 那么清楚了这一点 我们对排名可能就少些迷信和盲从 可能就会有意识的去了解排名背后的故事 去思考每种排名所依据的标准 适不适合符合 是不是符合我们个人多方面的需求和考虑 我想说各种大学排名 可能只是我们了解美国丰富的高等教育资源的第一步 如果DIY申请大学时间允许的话 可以参考多种排名 并了解各种排名的依据 同时多关注排名上出现的未曾听说过的学校 仔细学习学校的官方网站 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上 搜集学校的各种信息 那如果有机会的话 一定要亲自参观校园 那么我们还可以 学生呢 还可以 我们小孩子还可以通过爸爸妈妈同事朋友 和学校辅导员 同校友联系 听听学长和学姐在某一所大学的体验 当然了 这些都是一家之言 我们需要仔细鉴别 了解美国大学呢 还有两个方式 就是通过大学展会和招生班的老师交流 大学展会一般都是在春季和秋季 那么有综合性的大学展会 还有分类别的 比如说专门给体育特长生举办的呀 专门给一体生举办的呀 还有专门给 生设计学校举办的 那么大学展会的好处呢 就是在一个时间 同一个地方 很多大学招生班的老师 一同交流 可以询问学校的各种情况 专业啦 体育设施啦 请示住宿啦 学校环境啦等等 那这些学一般学校都是会通知高年级学生的 有些学校还可能组织学生一起去大学展会 了解各个大学 那最大的大学展会呢 是由NACAC组织的 就是国家大学生学咨询协会举办的 全每年在全国各地行展 那在展会的时候 可以和招生班老师交流 那除了大学展会呢 这些招生班老师每年还会到各个学校做宣讲 有的学校资源比较好 请到的招生班老师比较多的话 一年在秋季的时候可能有一百多一百多场选讲 所以对学生还是很有利的 那这些招生班老师呢 有的经验丰富 有的经验不足 有些比较会说 有些也 有些可能比较 比较木讷一点 所以我们在和招生班老师交流的时候 需要仔细的区分 一个老师和这个学校之间的区别 好 现在我们进入讲座重点 也就是大家最关心的 我们在选择大学的时候 哪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学校 那这些数据又说明了什么 数据背后有什么故事 刚才我说了 今天我主要讲九个数据 这九个数据比较重要 所以我就挑出来了 他们分别是 Acceptance Rate Test Score GPA First Year Retention Rate Graduation Rate Student Faculty Ratio Student Demographics Yield Rate And Map Price 第一个数据 Acceptance Rate 录取率啊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100个人申请录取10个 录取率为10% 录取20个录取率为20% 那么我们根据每个学校的 录取率的不同呢 做一下大致的划分 首先我想说这样的划分 简单粗暴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录取率小于25%的学校 我们叫Highly Selected Schools 如果学校录取率在25%到50%之间 我们叫Very Selected Schools 如果录取率在50%到75%之间 我们叫Somewhat Selected Schools 那么还有些学校录取率在75%以上 就是Less Selected Schools 那最后一类学校呢 就是基本上达到了文件的要求 就一申请就可以录取 叫Open Mission 一般是Community College 我刚才说了这样子的划分 简单粗暴 比如说一所学校 学校一它的录取率为25% 学校二录取率为27% 那么是不是说第一 学校一就难尽 或者教学质量就好呢 其实我们根本无法根据这 我们是无法根据这一个数据 做出任何判断的 那待会儿我会讲几个排名背后的故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个图 美国四年制的学校 一共有2000多所 我呢根据学校的录取率 画了一个饼图 我们从这个图上可以看到 Highly Selected Schools 也就是我们平常关注比较多的 录取率在25%以下的学校 只占了2000多所 四年制学校的百分之二 第二等呢 Very Selected Schools 也就是说录取率在25 25%到50%之间的学校 也只占了美国四年制 2000多所学校中的13% 那剩下的学校占了85% 也就是说美国四年制大学 大部分学校两个人申请 就有一个学生是会中的 那么和大家分享这个图的目的呢 不是说好 我不用努力了 反正好像上一所四年制大学也不是这么难的事情 而是我在观察中发现 亚裔家庭中在申学问题上有太多的焦虑 其实和中国相比啊 美国的大学教育资源非常的丰富 资源分布也相对分散 不像中国只集中在少数地区的少数学校 如果我们能够以更宽的视野来看待招生率在25%以下的这一少数美国大学的话 可能会少一点不必要的焦虑不会给孩子 学家他们承受不了的不利于他们身心成长的压力 关于这个acceptance rate呢 我还可以和大家分享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呢 我是想说acceptance rate 其实是可以做手脚的 比如说前些年东部有一所学校 它的招生率在80% 也就是说五个人就要招收四个人 那么学校可紧张了 面子上看着不好过呀 因为US News排名中 录取率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于是第二年呢 学校就从本来准备用于教学和科研的经费中抽出了很多钱 打了很多广告 扩大了学校的生意 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于是第二年有很多人申请 录取率降低了 问题迎刃而解 我们现在看到呀 US News上排名靠前的学校录取率越来越低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媒体过多的关注这些学校 那学生和家长也都把目光集中在最少数学校上面了 于是不管这些学校有没有学生喜欢的专业 学校的环境呢是不是适合学生发展 大家都去申请了 其实是没有做好我最开始说的Match这项工作的 那么有爸爸妈妈就会问了 怎么样才能做好Match这项工作呢 前几天呀 有家长在群里也问到这个问题 怎么样才能够知道一所学校 适不适合小孩子发展 这个话题说来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 我今天就简单的提几点 比如说 学校有没有适合的专业呀 喜欢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的学校呀 有的学校很大的 有四五万人 那有些学校也很小 只有好只有几百 那学校所处的地理环境喜欢吗 喜欢在城市还是乡村呢 学校的氛围喜欢吗 比如说有的学校竞争很激烈 那有的学校学习压力就比较平和一点 那学生是不是喜欢压抑比较多 有种族认同感的学校呢 学校有什么组织想参加的 能不能够在学校参加自己喜欢的体育活动呢 大学费用对于家层来说 是不是过重了呢 等等等等 那么各个方面的问题 多和小朋友交流 多听他们的意见 让他们说出内心真实的想法 同时我们家长也要谈 承诺告诉小朋友家里的经济情况 家里到底能够支付多少钱读大学 就经济情况 同时就经济情况 越早交流越好 那么关于录取率 我再讲一点 有的学校录取率稍高 看上去稍微容易近一点 其实可能也未定如此 比如说这些学校地理位置 不是在东西部沿海 没有花或者没有花这么多钱做推广 不是我们平常所知的名校 所以申请的学校 可能不是申请的学生 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相比很多人抱着买彩票的心理 都去哈佛呀斯坦福 头一份申请 这些学校 很多申请者都是仔细考虑过 为什么要申请这所学校 学校的资源和我的能力需求 是不是匹配 申请者其实已经做过一次 自我筛选了 申请这所学校的难度 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一些 关于录取率 最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个例子 也就说录取率 可能没有我们想象中的这么一目了然 比如说一所资校 它的总体的录取率为30% 那么我们把这个30系分下来呢 可能体育特招生 他们的录取率 体育特长生 他们的录取率为75% 那么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呢 他们的录取率可能为60% 所谓Underrepresented Minorities 大家都知道 一般就是指的非裔和西班牙裔 还有亚裔中的一些特别的族群 比如说缅甸 越南 老挝 太平洋导国的这些移民的学生 他们中间很多家庭条件都不好 读大学的不多 所以如果这些学生各方面都不错的话 大学是会对他们有一些亲爱的政策的 这也是为了社会的教育公平 同时也让校园多样化 那么另外一类学生呢 可能进校会相对容易一点 是Legacy Student 他们的录取率是50% 那么为什么有些学校 会喜欢这种校友学生呢 因为学校认为 学生的父母是校友 那么这些学生耳濡目染 所以对学校的认同感强 他们喜欢招这样子的学生 对school period是很有帮助的 另外还有考虑到校友捐钱 当然了也不是每所学校都是这样子的 所以考虑到多种因素啊 这个虽然整体的 这个学校的录取率为30% 但是对于 typical applicant 一般的申请者来说 可能录取率只有20% 当然了 这不是某一个学校的例子 是一个假想的case 刚才举了这么多例子 我是想说呀 录取率大致呢 是可以作为选择学校的重要参考 但是不能说明一切 选择学校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情况 还要结合其他的数据 选教阶段 相中了哪所学校 搜集 多搜集学校各方面的信息 看学校各方面的资源体 配置 是不是和自己的需求匹配 同时拿着自己各方面的资料 多和学校招生班老师交流 多询问学校的counselor 或者专业人士 很多学校呢 也是公布了学生 ACT和ACT的考试成绩的 但是每所大学的计算方式 可能有些不一样 有的学校呢 是算的所有的录取学生 就是发放通知书的 所有学生的ACT和ACT的成绩 那有些学校呢 就只算入学的大学新生的成绩 还有一些学校 还除去了部分学生的分数 比如说留学生 还有因校友关系近来的学生 体育特长生等等 因为ACT和ACT呢 在US News上 也是排名的重要 排名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 分数越高 排名越靠前 所以有的学校 为了让ACT和ACT的分数高 人为的做了一些手脚 比如说 他除去了部分学生的成绩 比如说留学生呀 校友关系这些学生的成绩 所以整个ACT的分数 或者ACT的分数比较高 所以跟刚才我们第一个谈的数据 Acceptual Rate一样 ACT和ACT的Scores 其实也是主要作为参考而用 那么学校数据怎么样 作为我们选校的参考呢 我们看的是Middle 50% ACT和ACT成绩 那么什么叫Middle 50%呢 我现在和大家分享一个图 这样更直观一点 从这幅图呢 我们可以看到 Middle 50%呢 不是一个平均值 它是一个区间 比如说学校提供的考试成绩数据 是从入学的大一 入学的大学新生中采集的 那么我们看到的是 去年的大一新生中处于25%到75% 中有一半的学生 分数分布的区间 那么我们看第二幅图 第二幅图给出的是一个Middle 50% 的ACT scores 那么这幅图怎么理解呢 也就是说 在这所学校的大一新生中 有25%的学生考试成绩 ACT scores是在23分以下的 那有25%的学生考试 ACT考试成绩 是在28分以上的 那么如果你们家的 我们家的小孩子 他的分数在23到28分之间 也就是说 光从ACT这一门 这一项因素上来看 他申请这所学校 还是比较保险的 如果他的分数在18分呢 这并不是说 他申请这个学校就没戏了 只是说 从光从ACT这一个因素上来看 可能比较危险一点 那么如果一个学生的成绩 是在30分 那不是说 好 他申请这所学校 肯定是非常把稳的了 那么如果这个学生的成绩 是30分呢 也就说 光从ACT score上面来看呢 他申请这所学校 希望还是比较大 但同时呢 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点 ACT和ACT 只是在录取中 作为参考的一个 很众多因素之一 现在我们已经有很多研究表明 成绩 ACT的成绩 就标准化考试 ACT和ACT的成绩 其实和家庭条件非常相关 也就是说 家庭条件好的 家庭条件好的家庭里面 学生的标准化考试成绩高 那是为什么呢 因为学生家庭条件好 就可以把小孩子送进各种的学校补习 或者请老师来一对一的辅导 这对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来说 可能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学校也知道了这一点 另外 所有的学校都知道 仅仅用两个小时的成绩 作为衡量学生能力的一个标准 其实是有失偏迫的 那所以好多美国的学校 已经提出 不采用ACT和ACT 作为申请的考虑因素 那么这跟中国考试高考不一样 在中国是一考并终身 考得好就进好的学校 那么说到ACT 我就顺便讲一下PACT吧 PACT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Peliminary SAT 这个考试呢 不是学生自己报名 是学校统一组织考试 有的学校是11年级 10月份考 有的学校10年级 9年级考的都有 就看各个学校的协调安排了 那么这个PACT呢 是一个practice test 大家都知道 是一个模考 是ACT的简约版 它主要目的是 帮助学生熟悉提醒 看还有哪些知识点没有掌握 那PACT的考试成绩 是不作为升学参考的 那么另外呢 跟PACT相关的 还有一个我们比较迷惑的 National Mary Scholarship 那么这个 NMS和PACT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只有在11年级考的PACT 才作为申请National Mary Scholarship 的分数的一个考虑 那如果在11年级考的PACT 分数在全国范围内 排前2%的话 这些学生会收到college board的一个通知 就说好 你们现在可以自己选两所学校 通知这两所大学 你们的分数在全国2% 你们PACT的分数在全国2%以内 那这一部分学生呢 大概有5万 所以人数还是挺多的了 那对于拿得到这个通知的这一学校呢 他们其实是不知道具体分数的 只知道过了线 收到通知 对于学校呢 他们就知道 这个学生对我们学校感兴趣 那么有的学校呢 对于这一点非常的看重 因为他们比较喜欢说 明确表示 对他们学校有兴趣 想到他们学校的学生 那有些学校呢 对这一点也就是根本不看重了 那么之后9月份在学生Seneal的时候呢 会从刚才的五万名学生中 选出一万六千名学生 大概是这个数字了 通知他们拿到了 National Mary Scholarship Semifinalist 那么这一万六的学生呢 是按每个州的分数线划分的 也就是每个州考试成绩在前百分之 在百分之一的学生 百分之一的学生 这个分数线呢 是不会向公众通知的 但是我们可以打电话去问 那剩下没有选中的学生 就是Recommended Students 然后选出的一万六千名学生中间 他们会教作文 成绩单 SAT成绩 还有学校提供的推荐信啊 有90%的这选出的一万六千名学生中 最后成为National Mary Finalists 那最后再从这选出来的90%的学生中 再筛选一次 其中有一万一半的学生 大概七八千吧 最后成为National Mary Scholars 最后他们拿到National Mary Corporation 发放的奖学金 大概两千五 拿到National Mary Scholarship 当然了 这肯定是一个荣誉了 这是对学生学习的努力程度 和学习能力的一种肯定 但是太多人拿 太多人 太多的学生拿到National Mary Scholars 所以大学申请的时候 很辛苦 National Mary Scholarship这个荣誉 这个奖学金啊 跟亚裔情况还不同 对他们来说 拿到这个荣誉和奖学金 意义可能会大一点 因为对于他们的族群来讲 通常情况下考试 考试分数都远远的低于亚裔 这跟社会历史原因相关了 所以如果在他们中间 有学生考的特别好 这个容易 这个意义就 非常的不一样了 那么下一个数据呢 我们来讲GPA 同标准化考试成绩一样 GPA同样我们看的 也是middle 50%的这个区间 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个这所学校录取学生的GPA middle 50%的这个区间 在3.3到4.0之间 那么这个解读方法 也跟我们刚才解读 ACT middle 50%一样了 就说比如说 我们家的小孩子成绩在3.8 那么也就说 光从GPA这一项来看 他申请这个学校比较保险 那么他的成绩如果在3.3 如果他的成绩在3.0呢 就说明光从GPA上面来看 他申请这个学校 可能会比较难度比较大一点 但是这并不是说 他申请这个学校就没有希望 因为在申请的这个学校的学生 这个学校录取的学生中间 有25%的学生成绩是在3.3以下的 那同样呢 如果一个学生的GPA在4.0以上 4.2呀4.3就说明 光从GPA这一个考虑因素上来看 他申请这个学校 希望比较大 那有的学校呢 关于GPA是公布了这个GPA Middle 50%的具体数据的 那有的学校呢 可能也只公布了Class Rank 关于Class Rank这一点就比较 Tricular 怎么讲呢 还有些学校基本 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高中根本就没有给学生排名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排名很难排的呀 每个学生 选的课不一样 有的学生选的偏重理科 有的学生偏重文科 那有的学生AP选的多 有些学生就根本没选AP 于是在这种因素上面来考 考虑到学生各种各样的个体的差异 选的课不一样 统一的排名其实是非常不科学的 所以很多学校就废除了这个排名 那如果学校公布了这个排名的信息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解读呢 比如说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图啊 就是UC Berkeley去年大一新生的排名的一个信息 这幅图呢 也就说 在大一新生中 98%录取的学生中98%的学生 在高中的时候班级排名都是前十 那么这对我们申请者来说有什么意义呢 也就说光从GPA成绩上来讲 要想进入Berkeley 学校排名前十可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 那么下一个数据呢 我们来讲讲First Year Retention Rate 这个First Year Retention Rate 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有呢 就是这个数据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第一年招进来的学生中 第二年还留在学校的有多少 美国大学和中国大学相比啊 流动性比较强 学生的自由度比较大 如果学生读了第一年觉得学校不适合自己的话 可以选择转到其他的学校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图 如果First Year Retention Rate高呢 就说明今年去年招收来的学生 在学校读了一年后体验不错 第二年觉得还想再继续留在学校 没有转学 那么如果学校的First Year Retention低的话 就说明学校学生的体验差 在学校读了一年以后就不想在学校读了 转到其他学校去 那么很有可能呢就是招生时 学校做出了各种各样的承诺 但是学生到学校就读了以后 就发现被学校骗了 这些承诺根本没有实现 那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图呢 这就是TUPS University的数据 大家可以看到它的First Year Retention Rate 是百分之96 是一个非常高的数据了 那接下来呢我要讲的一个数据是Graduation Rate 在美国呢Graduation Rate 主要是指的6 year graduation rate 6年的毕业率 它跟中我们中国不一样 我们中国想读了大学4年就读完嘛 很少有说6年读完的 那在美国呢 基本上所有的数据都是6年的 为什么是6年呢 因为我刚才说过在美国读大学 自由度稍微大一点 比如说有的学生选择出国留学一年呀 拿双学位呀 还有些人读三 还有些学生经历特别丰富的读三 三个学位呀 还有情况比如说实习一年呀 帮在家里帮忙休学一年呀 等等各种情况都有 这个全国的6 year graduation rate呢 是59% 所以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 希望能够进 这个Graduation Rate 在全国平均之上的学校 这个Graduation Rate高的呢 就说明学校的学习气氛好 学校给学生提供的各种支持到位 学生能够按时毕业 当然了我们肯定希望学生早毕业了 至少从经济上来说 多一年就要多交一年学费呀 美国读书很贵的 大家回头来看刚才我分享 分享的TUPS University的数据 Graduation Rate是92%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数据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Student Faculty Ratio 还是我刚才分享的那个TUPS University的数据 马逊的TUPS 它的工程健康类专业非常的好 也特别注重本科生教学 老师对学生有一对一的照顾 我们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它的Student Faculty Ratio 非常的低是9比1 也就说 9个学生有一个老师来照顾 这是非常好的数据了 那么跟TUPS University相比呢 UC Berkeley这个比例就比较高了 它本科生有27000 研究生有一万多出头 师生比例非常的高 在Berkeley上课 本科生很多上很多的大课 比如说上一节课 一个老师讲 下面有800个 好几百个学生都有 所以很少有一对一的 这样子的照顾的 跟前面的很多数据一样 这个Student Faculty Ratio 也是可以做些手脚的 比如说有些学校把博士生 助教都算进去 有些实验室的工作人员也算进去 学校的临时老师也算进去 在美国有很多老师 都是临时老师的 是合同制老师 不是full-time professor 是adjunct faculty 他如果把这些 各种各样的学校的工作人员 算上去的话 那么师生比例当然就比较低了 所以我们在了解一个学校的时候 还要多做一些数据 多做一些调查 那么还有一个数据 我们可能要关心的是 Student Demographics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图 是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在加州的Stockton的一个学校 它的工程 商学 教学和教育学都非常的厉害 我们关心Student Demographics 就是想看这个学校 学生中各族裔的分配的比例是如何的 那从刚才上面那幅图 我们就可以看出 University of the Pacific 这个学校 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一个学校 那我们关注这个数据 主要是想问小朋友 你想在怎样种族环境里的学校 度过这大学四年呢 你是不是想去在白人 占绝对主角的学校读书呢 比如说东部和中部有些学校 白人的比例相当的高 在90% 压医非常的少 我们想问一下 这些学生 我们的小孩子愿不愿意去这样子的学校 觉得自己会不会缺乏一种种族认同感 比较难以融入 下面还有一个数据呢 是Yield Rate 这个Yield Rate呢 是跟Acceptance Rate 还是有一定关系的 刚才我们说了Acceptance Rate 录取了一百个 申请者一百个人 有十个人录取了 那么录取率为10% 这个Yield Rate看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发出了这十份offer 到底有多少学生 去答应了 好 我接收你这个offer 到这个学校呢 比如说 一百个人 有十个人发了offer 录取率是10% 那有六个人 最后是接受了这个offer 决定到这个学校呢 那这个学校的Yield Rate 是60% 这个Yield Rate 是比较高的了 那 这个数 这个比例比较高呢 就说明 对于大多数申请者来说 这个学校 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那如果Yield Rate 比较低呢 当然了 就说明这个学校是备胎了 这个Yield Rate呀 对于学校来说 学校肯定是非常关心的了 当然了 学校今年发出了这么多offer 最后到底有多少学生来呢 我发了十份offer 最后一个学生都不来 我可怎么办呀 于是学校就有不同 多种多样的策略 来保证 今年能够招收到这么多人 学校请示这么多张床 能够收到学生 比如说一个最常用的方式 就是用weight list作为保底 我经常告诉学生 如果你在weight list上 就不用懂这个学校了 拿着手中的offer move on 因为从预备到转正 几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举一个例子来 比如说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去年 收到weight list通知的学生 有1800多个 那么正式转正的 有多少个呢 大家可以猜一下 正式转正的 只有一名学生 用weight list呢 是一个比较传统的方式了 学校已经用了很多年 那么最近兴起的一个 学校用的比较广的方式呢 就是early decision 那么early decision 我们都知道呀 提前申请提前录取 那么对于学生来说 一旦学校录取了 如果不是由于特殊的情况化 那么是要到这所 这所学校来读书的 那学校呢 在宣传的时候说 这个对学生是有好处的 当然了 录取的学生 对录取的学生来说 这当然是好 如果这 这个学校是 确实是他心 重义的学校 那么在12月份的时候 其他学生还在申请 他就不用申请了 就一申请了 这当然是好的 那么其实更多的好处呢 在于学校 因为比如说他在early decision 比如说这个学校 今年要招1000多个人了 在early decision的时候 有300个学生都committ说 好 我今年到这个学校了 于是这个学校 本来有一千个招商任务的 在early decision很早的时候 就有300个已经解决了 对于学校来说 是减轻了很大的负担 以并于学校规划 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 采用这一招 那么最开始呢 申请early decision和regular decision 申请early decision的学生 对学校录取的几率要大一点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 采用early decision来申请学校了 所以之间的差别 它和regular decision的差距呢 差别呢 也就越来越小 我们现在到了最后一个数据 就是net price 所以net price呢 就是我们读大学 真正需要支付的费用 这个呢 不是sticker price 刚才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图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所以什么是net price呢 net price等于 cost of attendance minus gift aid 那么cost of attendance 就是读大学的所有的费用了 比如说书本学费啦 杂费啦 书本费呀 交通费呀 个人支出呀等等 那么gift aid呢 就是free money 就是政府 联邦政府 州政府还有学校 基于各种情况 给予学生的一些奖学金和助学金 就不是贷款了 就是给了学生的 这些钱给了学生 学生就不用还的 那么cost of attendance 减去gift aid 就是我们拿到的免费的这些钱 最后 得出的那个数据 就是我们读大学真正需要支付的费用 关于这个奖学金和助学金啊 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多讲了 因为一涨可能又要一个多小时了 那我就想跟大家说一点 net price不等于sticker price 所谓sticker price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啊 读制所大学很贵 需要六万五万七万 那么我们通常说的读一所学校贵 我们关注的呢是sticker price 而不是我们真正读大学需要给的钱 那我打一个比方了 就好像我们坐飞机买机票 全价是3000 但是其实不是很多人是买的这个全价机票坐飞机的 我们都是买的打折机票坐飞机的 而且每个人付的费用都不一样 那么大学费用 那么大学的学读书的费用呢也同理 最后呢跟大家推荐两个网站 通过这两个网站呢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我刚才所说的关于大学申请中了解大学的各种数据 还可以查到其他的信息 第一个网站呢叫bigfuture 它是collegeboard负责的 那collegeboard呢 它是负责ACTPSTAP出题的了 它是一个费用性组织 但是因为组织这些考试挣了很多的钱 所以争议也很大 那我们先不管它的争议 它在这个网站上给大家提供的各种信息 是比较准确的 而且也比较全面 那么第二个网站呢叫college scorecard 那它是去年才推出的 是国家教育部负责的 那么很多年呢 政府就有一个这个想法了 我觉得应该有十多年了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们就觉得US News上和市面上很多的排名误导了学生和家长 所以他们想政府出面做一个官方的排名 但是大家如果读了我之前写的两篇文章 可能就会发现这个排名其实是很难做的 于是政府做了这么多年 排名做不出来 最后呢 这个排名的想法是破产了 但是政府收集了很多的数据 于是他就召集了一些人 做了一个网站把数据公布出来 那这上面的数据非常的靠谱 也非常的有意义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网站上的数据来了解大学 好我们今天的干货信息就分享到此 以后我们多交流 那最后呢 我想说大家在选择学校的时候 多做调查 多做研究 多听孩子的声音 帮助他们进一所 适合他们各方面条件的大学 鼓励他们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 勇敢自信的前行 谢谢大家抽出宝贵的周末时间 和我一同度过 谢谢天木山公共基金提供的平台 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或者讲法的话 请多跟我留言 我们大家多交流 我今年定下写关于美国教育小文章时候说 我一个初衷呢 就是希望通过集体的力量 让我们的下一代在美国相对自由的环境中 能够享有更多独立思考和自主选 自主选择的空间 我希望和大家一起努力 谢谢